作者 尔雅 由质地有生制作 第1045集 秘密 这时 外头呼啦啦涌进了一大群人来 赵普带着公孙大队人马杀到了 众人进门仰着脸参观 小四子提着公孙的小药箱张大了嘴 哇 真的变成水晶宫了 公孙站在那具尸体前 隔着后后一层兵看众人 你们谁给想个办法 这样子怎么验尸啊 哎呀 这个天气 这等兵都容着要好几天的吧 要不然用火聊一下 只是小侯也还没叫人拿来探盆 公孙突然一摆手拦住了 众人都望向公孙 公孙蹲在地上盯着那一大群 被冻上的蜘蛛看了起来 小四子就在他旁边 小梁子怕他滑倒摔跤 在后边扶着他 爹爹 这个是什么蜘蛛啊 嗯 公孙皱着眉头 似乎不是太确定 众人都等着他说 良久 公孙终于开口 这是最普通的蜘蛛 众人都看了一眼黄通的尸体 又回头看公孙 公孙摆摆手 是很普通的蜘蛛 然后被养成这样的 怎么样 这年头怎么乱养东西啊 这玩意也太恶心了 赵普嫌弃脸 一旁 白玉堂默默点头表示同意 虫子有什么恶心的 你们知不知道 每个人晚上睡觉的时候 都会无意识地吸进 或者吃进一定数量的虫子 公孙话没说完 小四子赶紧捂住他爹的嘴 众人下意识地看白玉堂 果然 五爷脸色更难看了 展昭拽着他袖子不撒手 生怕耗子真被吓跑了 以后找不见了 又研究了一会儿 展昭伸手 把白玉堂耳朵捂住 问公孙 那些蜘蛛 为什么在黄通的肚子里啊 问完 展昭才放开白玉堂的耳朵 公孙很淡定地回答 他们应该是 在他肚子里坐窝来着 生小蜘蛛 众人都叹气 白玉堂瞧了瞧展昭 你倒是别撒死我 关键的时候没无助 这 何时才能解冻 先把蜘蛛那块弄下来 就这么解冻了 蜘蛛会逃走的 还活着 嗯 很多虫子都是冻不死的 冬天没虫子 不代表他们冻死了 只是 这种暖和地方过冻而已 说着 公孙又指了指黄通的尸体 白玉堂望天 小四子眯着眼睛瞧着他爹 爹爹你是不是故意的 给重重报仇 营卫们帮着七手八脚忙活开 将冰层凿开 先把冻住的蜘蛛 都放到一个箱子里 让自己解冻 随后众人拿着火盆放到书房里 而外围地面的冰层不算厚 已经开始解冻了 等冰层融化的差不多的时候 公孙走到了尸体旁边检查尸体 黄通的尸体 此时湿答答的 营卫们放了两个碳盆 在一旁哄靠 公孙倒是对那些蜘蛛丝 很感兴趣 黄通怎么死啊 被掐死的 公孙指了指黄通的脖梗处 明显的淤青 展昭看那几个手指印 好像是一只手掐死的 公孙点头摸了一下黄通的颈部 金谷整个断掉了 袭击他的人应该那里很高 那这些蜘蛛丝呢 干嘛杀了人还用蜘蛛丝挂起来 而且还封在了墙壁里 墙面为什么那么硬啊 蜘蛛丝有这么坚固吗 应该是插了药水 只要蜘蛛接好网 然后滴一些药水到网上 那些柔软的蜘蛛网 就会瞬间释滑 所以感觉坚韧 伪装成墙壁也没人发现 感觉凶手并不想被我们 找到黄通的尸体 而且还伪造了黄通辞官的信件 目的何在 众人在书房里分析黄通的死因 门口 白玉堂看着屋檐上 因为冰雪融化 而由水滴落下来 滴滴答答的 正走神 屋也感觉一百被人拽了拽 白玉堂低头 就见小四子笑眯眯 仰着脸看他 然后伸出两只小手 要抱抱 白玉堂将他抱起来 小四子打开小荷包 从众多的红包里 翻出了那个 他平时装糖果的小包 打开来取出一颗薄荷味的绿色糖果 送到白玉堂嘴里 白玉堂觉得清新的薄荷味 有一种让人安心的感觉 小四子将糖包叠好 塞进白玉堂的衣服里揣好 白玉堂看了看塞进自己兜里的薄荷糖 小四子又去翻腰间的小包 拿出两个白色的辣丸来 在白玉堂的耳后蹭了蹭 又拿辣丸蹭白玉堂的手腕子 白玉堂不解 小四子把两颗辣丸也塞进了白玉堂的袖兜里 这样蹭两下 所有虫子都不会靠近你的 这样晚上睡觉 就不会有虫子偷偷爬上来了 然后要是以后看到虫子 觉得身上痒也就蹭两下 也会好的 白玉堂盯着小四子看了两久 将它放到地上 蹲下跟它对视 小四子歪着头看它 白玉堂从腰间摸出一把钥匙来 塞给小四子 小四子不解 武庄的钥匙 那宅子以后归你了 压岁钱 午夜摸了摸小四子的头 还没等白玉堂说完 书房里公孙的药箱子飞了出来 白玉堂一偏头闪开了箱子 小梁子飞扑过去接住 公孙在书房里跳脚 赵普拦住公孙 展昭忍不住符额 突然白玉堂就感觉有人拽了拽他袖子 转过脸 只见天尊蹲在他身边伸手 玉堂 我也要压岁钱 白玉堂盯着天尊看了一会儿 像是想起了什么 塞了一样东西给他 天尊见是一个木质的小锦盒 就不解的打开 是什么 午夜站起来 退后一步 苏州府的地图 话没说完 天尊眼皮子一抖 拿着装地图的盒子丢他 白玉堂又一偏头躲开 那盒子正巧砸中了他身后的一个花盆 也不知道是不是刚才一动 花盆脆了 众人就听到咔啦一声 再看那花盆上出现了细细密密的裂纹 随后整体碎落 不过因为花盆里边的泥也冻上了 所以花盆碎掉之后 盆里的土壤还是完好无损地保持原样 就听到庞玉突然惊呼了一声 包炎也开口 盆里的是什么 众人顺着包炎手指的方向望过去 就见那花盆里除了泥土之外 还有一个窟窿 上边的盆栽根系是断的 看来只是掩人耳目的假盆栽 而下边的骷髅头则是白森森的 骷髅中心镂空了 底部填了红色的泥土 有一株红色的三叶草一样的植物 种在泥里也被冻住了 包炎走过去看 这是什么草啊 别靠近 有毒 公孙喊了一声 吓得庞玉拉着包炎退后一步 脚下一滑又摔了出去 公孙跑过来看 惊讶了 这是火石草 众人面面相去 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 此行来苏州府的目的 开封府金铺小徒弟谭少颜 拜托他们查的 那个给了他火石伞 要求打造掺金指环的神秘人 众人都下意识地去看 还挂着的黄通 这位两者鹿转运使究竟藏了什么秘密 开封府众人在两者鹿衙门查案 魔宫和现空岛的一众家属们在武装准备过年 而此时另外两个人则是在苏州府街上闲逛 是谁 林夜火和邹梁 火凤刚才看到一家好看的苏州铺子 于是就跑了进来 不过这间铺子的成品都卖完了 年关生意又好 所以只能选样子 选中之后定做 等拿货要等到年后了 林夜火选了几样 发现这间铺子里有不少好看的适合给小孩做棉袄的料子 林夜火是个喜欢小孩的 武装一大堆孩子才几天 他就差不多都混熟了 于是有的是钱的火凤堂堂主就想订两百件小孩的棉袄 到时候一群小娃娃穿着一样的小棉袄满院子跑 想想就好玩 火凤在一旁跟采访定款式 邹梁背着手 站在一旁看街上热闹的人群 这时有一帮人从眼前走过杀气腾腾的 引起了邹梁的注意 这大过年的 街上的人普遍都是喜气洋洋的 不过这帮人拿着冰刃面带杀气 那样子像是找人拼命去的 邹梁走到铺子门口望了一眼 这帮人穿得好像是飙尸的服装 左将军只是瞟了一眼 他原本也没太注意 可余光却瞥见了不远处一个黑色的人影走过 迅速混入了人群 随后失去了踪迹 那人穿一身黑 戴着个黑色的斗笠还有纱罩 邹梁莫名就联想到了之前谭少言说的 深夜找他打造纸环的那个神秘人 是巧合吗 邹梁再找 那人已经不见了 邹梁回到铺子里有些在意 刚才是我引花了吗 那个人的黑色袍子上 似乎有一个白色的图案 是不是蜘蛛的图案 质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我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